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平安 诗篇鼓励我们要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愿主的话照亮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行在神的光明中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创世纪十八章十六到三十三节 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 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 要送他们一城 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 遵守我的道 秉公行义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耶和华说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 声闻于我 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 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 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 向索多玛去 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亚伯拉罕进前来说 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 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 你还剿灭那地方吗 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 饶恕其中的人吗 将义人和恶人同杀 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 这段不是你所行的 审判全地的主 岂不行公义吗 耶和华说 我若在索多玛城里 建有五十个义人 我就为他们的缘故 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亚伯拉罕说 我虽然是灰尘 还敢对主说话 假若这五十个义人 短了五个 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 他说 我在那里若建有四十五个 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 假若在那里建有四十个 怎么样呢 他说 为这四十个的缘故 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 求主不要动怒 容我说 假若在那里建有三十个 怎么样呢 他说 我在那里若建有三十个 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 我还敢对主说话 假若在那里建有二十个 怎么样呢 他说 为这二十个的缘故 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说 求主不要动怒 我再说这一次 假若在那里建有十个呢 他说 为这十个的缘故 我也不毁灭那城 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 就走了 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今天的主题是 亚伯拉罕为罪恶之城 所夺马的祈求 亚伯拉罕为罪恶之城 所夺马的祈求 我们看一开始 十六节说 三人就从那里起行 向所夺马观看 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 要送他们一城 那接着我们在十七节看到 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我所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神凭他的旨意来运作万有 这里却说 他所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原来上帝在地上 也在寻找他可以托付的人 他可以交通分享的人 他可以把自己的心 向他敞开的人 或者说神还蛮乐意 在地上寻找朋友的 我们看见 亚伯拉罕他跟神的关系 不只是神的仆人 亚伯拉罕已经把他 跟神的关系经营成 与神成为密友 以致亚伯拉罕可以从神那里 能够知道神的心 神也非常想要把他的心 他要做的事 先来告诉亚伯拉罕 甚至我们从后来 亚伯拉罕的代求 也看见亚伯拉罕 还可以跟神来讨论 原来神也喜欢跟人做朋友 所以亚伯拉罕不只是 给我们看见信心的榜样 亚伯拉罕给我们看见的 是他与神成为密友 亚伯拉罕是一个好丈夫 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君尊的祭师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被神呼召 他所到之地 他就足坛而且献祭 所以他自己也是个祭师 他的足坛以及他的献祭 就成为神的喜悦 但看来亚伯拉罕不是只有在 正式足坛献祭的时候 他才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上帝在十七节说 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可见亚伯拉罕跟神 有一个非比寻常的关系 就是他跟神成为密友 这也提醒我们 亚伯拉罕后来给我们看见 他是一个代导者 是一个代求者 但是亚伯拉罕的心 是一个与神亲近的心 以致神可以把他的心 也托付给亚伯拉罕 并且上帝也很需要 在地上寻找到 能够跟他同行同工的人 以致当上帝把他的心意 要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有一个 从朋友的关系上面 所做出一个亲密的回应 他从代替世人犯罪 求恩典的这个角度 用朋友之情 恳求神赦免 所多玛 俄摩拉罕的罪恶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 是真正代导者的典范 从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见非常宝贵的事 亚伯拉罕不只是神的朋友 神要把儿子的应许 向他坚定而且要显明出来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 为着索多玛 俄摩拉的代求 他的心何等迫切 不过亚伯拉罕这个代求的心 也鼓励我们在跟神的关系 在祷告的层次上面能够提升 当耶和华神在一开始十六节说 三人从那里请行 向索多玛观看 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 要送他们一层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 其实他应该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在心里 普通我们这样热情款待朋友 然后朋友起行了 就送他一层 看来也是非常热情的款待 但是亚伯拉罕好像知道 这三位来者的身份 除了启示他儿子 好像前面也有一些话要说 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一路同行 看见一个代祷者 他的心是与神的心相通的 以致他可以后来 不只是为索多玛 俄摩拉祈求 他还能够跟神的使者讨价还价 从五十个艺人一直 最后竟然谈到只要十个艺人 可惜索多玛连十个艺人都找不到 因此索多玛还是被审判 被寝负被毁灭了 但是亚伯拉罕的祷告 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也是提升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 他跟神之间 他不只是一个代祷者 他是一个在祷告中间 经营跟神有双向关系的 如果我们作为愿意祷告的人 我们只是一个代求者 我们就是一味的祈求 但是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代祷者 显然他是从祈求变到寻求 祈求是单向的 寻求是双向的 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所以他用朋友之心与神来推心自负 神的心意告诉他 他就在神的面前 按神的心意来祈求 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人沉沦 审判是最后神不得已的手段 而神希望人悔改 从他那里得平安 因为约理米苏29章告诉我们 耶和华神向我们的心意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所以亚伯拉罕抓住神的心意 可以勇敢的代求 我们一起向主来祷告 主今天让我们看见 亚伯拉罕不只是信心之父 主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跟你经营了 那个奇妙的朋友之爱 朋友之情 朋友的亲密关系 以致作为神的知心好友 他能够知道神的心 也按着神的心意去回应 虽然我们看见 索多玛还是进入了悲剧 但是亚伯拉罕的祷告 成为我们的榜样 让我们不只是向神祈求 让我们学习按着神的心意来代求 就是能够寻求你的面和你的心 以致我们献上祷告 你的心意也向我们回应 我们成为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 我们也可以学习亚伯拉罕 经营与神成为密友 求主的灵在我们的身上 继续更新变化 让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脚踪 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